前不久才遭遇了走光的姜若琳 依然不思悔改 21日出席活动时 又来了一场性感大赠送 少编只能说鼓掌鼓掌 露背外送胸围带阴痕诱惑 透视长腿再加上白色蕾丝打底裤 这也太太太太大方了吧 然后刚刚就是有媒体朋友们问我说 他说你整个都是透视的这样 我知道我的下面是透视 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原来我的背也是露背的 对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 因为这里地方有点热嘛 所以不是很感觉到哪里比较凉快 那边有一些白色蕾丝 所以是故意的做的效果吗 还是说 那个就是打底的 对 然后也是有一点点 故意不故意之间的吧 对 就是安全与美之间的一些选择 这种虚择实际虚择实际的性感 自然轻松爆掉同场的张思明等人 不过思明也别怕没话题 好歹在模特儿界打滚多年 不如谈谈进来最火的杨真黄宗泽恋情吧 这个新闻已经说了很久 我觉得开始失控了 因为每一天都有新的新闻 还有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都跟他真的不熟 所以都不知道他 是生活是怎么样 所以就看了太多 太多之后 现在就不想去看了已经 曾泽恋日日复贫 难免惹人厌 但空雪来风总有音响 今天又爆出了杨真有一个 十岁大的私生女 斯明有亲说过吗 对 我今天早上 我回去电台工作的时候 我看了这个报道 我觉得蛮surprise 但是我有一些同事 就已经做了传媒很多年 然后他就跟我说 这个不是新闻啊 我几年之前已经听过了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不知道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就没有所谓了 看了就算了